院長 我在最後這十一秒鐘 我要送給陳院長一份離別的禮物 一本聖經 一本聖經 那外加四個字 尊重 再見 陳建仁院長三個字形容 他是一位人格者 我那個看到他就彷彿看到一道聖光 會努力來做 主席是不是時間暫停 因為只剩十一秒 那個院長 這次是你在我們大院 最後一天的備詢 其實我對你這一整年來的作為後 我很肯定就是說 你在行政院的團隊 你沒有拉幫結派 沒有像特定的政治勢力低頭 陳院長 我在最後這十一秒鐘 我要送給陳院長一份離別的禮物 一本聖經 那外加四個字 尊重 再見 尊重 再見 尊重 再見 他是一位人格者 我看到他就彷彿看到一道聖光 所以我對他是 基本上都對他是很尊敬的 尤其他在對宗教這一部分 這麼虔誠的信仰 那他不只是信仰而已 他把他對宗教的信仰有放出到 他在現實社會 他為人處事 以及他對待他應該做的政治工作 他是這樣子用宗教出世的精神 來做入世的政治服務 尤其他這一年多來 他在行政院長他的任內 我覺得陳院長他有為有守 不卑不亢 可以說他這一年多來 他是忍辱負重 不負使命 他不負蔡總統對他的政治托付 那這一點我覺得陳建仁院長 他確確實實他做到了